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奇特的建筑 但是其中有一些寺庙建筑最为不可思议 不论是他们的建造历史 还是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 都让如今的我们嘖嘖撑起 今天我们就久违的来盘点一下 全球最不可思议的六座寺庙建筑 寺庙谁都见过 但不一定有人见过一根柱子撑起来的寺庙 在福建泰宁 就有这样一座奇特的寺庙甘露岩寺 凭借着一柱插地 布甲片瓦的独特结构 成为中国古建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令人疑惑的是 每每到此旅游的游客 都要抱一抱甘露岩寺的柱子 甚至有人不愿万里专门为此而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通常来说 寺庙大都应该修建在平坦的地方 但甘露岩寺却反其道而行 偏偏修在悬崖掘壁上 距离地面约80米 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 专家们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 发现甘露岩寺刚好处于天然溶洞的口岩凹处 因此也算是修建岩壁寺庙的绝佳场所 令上方突出的岩壁遮阳挡雨 同时还能获得更长的采光时长 可见当年工匠悬址一定也颇费心思 甘露岩寺整体由四座垫鱼组成 两侧各一个侧垫 分别悬挂了大骨和铜钟 中间有两座殿鱼 按照前后位置排列 大殿在前 仿佛一口中 看起来颇具威严 因此有人说这叫右骨左钟 妙在其中 不过最令人感到惊奇的还是前排大殿的结构 它悬在板空中 仅仅靠一根荷抱之错的柱子支撑 类似于千军蟹鱼一发 看起来感觉摇摇欲坠 但实际稳如泰山 看到这里或许您就纳闷 独特的甘露岩寺 究竟是哪位能攻桥将修建的呢 据寺庙中的古籍资料记载 该寺庙使建于南宋绍兴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四六年 距禁有八百七十多年的悠久历史 而且它背后还有一段 显没人知的立志故事 当时甘露岩寺共放了一座宋子观音像 据说十分灵眼 因此附近十里八县的村民都过来祈福跪拜 一时间香火旺盛 久久不衰 有一年秋天 城关叶家科的一对夫妇 婚后多年无子 于是也到甘露岩寺跪拜祈福 还说若能求得一子继承香火 甘愿以全家之财力 物力和人力扩进甘露岩寺 而且岩洞有多大 寺庙就扩解多大 果然 叶家夫妇一年后如愿以偿洗的一子 取名叶祖家 多年之后 叶祖家又高中了荆轲壮元 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壮元郎 因此让甘露寺的名气变得更大 而叶家夫妇也兑现了 他们当年求子是许下的诺言 为此 叶祖家四处寻访附近的能工乔匠 开始准备扩建甘露岩寺的工作 在一开始 工匠对于如何扩建一筹莫展 毕竟对他们来说 在山崖溶洞修寺庙还是首次 于是 叶祖家又前往京城 寻访了当地的多位著名工匠 但得到结论都是比登天还难 甚至还劝他放弃这一念头 就在叶祖家陷入两难之时 一位姓周的工匠提出了方案 可以用歪自行的木头 将四帽支撑起来 然后铺着横幕打入石壁 工匠们经过一番商量 觉得这个方案可以一世 于是经过了大半年反复尝试之后 成功地修建了如今 这样独特结构的甘露岩寺 当新的甘露岩寺修建完成之后 木鸣前来的人就更多了 以至后期还要不断对甘露岩寺 进行加固和维护 以确保寺庙结构的 稳定和人员的安全 新的甘露岩寺威然助力 只称它的岩木 也仿佛成了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甚至当地还流传这样的传说 身体不适的人抱一抱 原木很快就能康复 穷困潦倒的人抱一抱 原木很快就能致富 女人抱了的字 男人抱了升官等等 但是每个人只能抱一次 因为抱多了就不灵眼 因此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直到现在 还有这么多人排着长队 去抱一抱甘露岩寺大原木 不管是不是迷信传说 但可以肯定这是 每个人的一种美好奇愿 也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能激励人们努力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的甘露岩寺修建完成之后不久 恰逢一位名叫中原法师的东阳高僧 来华研习佛法 并且被甘露岩寺的结构所吸引 甚至海岛工匠绘制了详细的设计图纸 带回东阳 若干年后 中原法师参考甘露岩寺的构造 修建了现在的奈良东大寺的大佛殿 高约50米 宽约57米 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 而其中的技术核心就是源于甘露岩寺 通过甘露岩寺 让我们看到古代工匠的智慧 也感受到了人们对美好的向往 而这些也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它 让它永远保存下去 同时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内在力量 激励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寺庙 虎学寺是不单最神圣寺庙之一 这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 它坐落在帕罗谷9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 卑为世界十大超级寺庙之一 传说莲花生大士 曾经骑着老虎飞过这里时 发现这里存在着一只恶魔 于是他出手斩杀了这只恶魔 让当地人们重新恢复了和平生活 但是大士为了防止其他恶魔回来 并伤害村民 所以他就在此处的山洞中冥想修行 在山洞中修行了三个月 确定没有其他恶魔出现才离开这里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大士斩杀恶魔 就在他修行的山上建造了一座寺庙 因为当时莲花生大士 骑的是一只老虎 所以人们也把这座寺庙称作老虎之学寺庙 当然这只是当地的民间传说 人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寄一些美好愿望 所以在他们讲述故事的过程中 都会加入一些不同的神话元素 虎学斯建造的非常特殊 它是沿着山体不规则的山脉而建造 而并不能按照自己想法随意建造 这导致了山上的寺庙大小迥异 从远处看去 寺庙就像是镶嵌在山上 其中殿堂里的壁画非常精美 有点类似于唐卡的画法 先把画绘制在一张布上 然后再把布粘到墙上 这种独特的绘画方式 要比直接在墙上作画更加逼真 当然这里有许多灰红的铜雕佛像 但是由于房间比较小 只是人们很难能够近距离地完整 欣赏整个佛像 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 虎学斯就是一个把风光与艺术完美融合的寺庙 在印度尼夏找瓦日的东北16公里处 普兰巴南神庙就坐落在此 尽管它不属于印尼最大的寺庙 但是普兰巴南神庙还是凭借着精美的雕塑 而闻名于世界 这座神庙始建于公元900年左右 寺庙主要分成两大院罗 主院内因其地基较高 总共建造16座主灵庙 其余230座较小灵庙 都建造在地势较低处 在主院内还有三座高高耸立的塔形石庙 北面的是皮士奴庙 而南面的则为梵天庙 中央的则是最受古印尼人崇拜的师婆庙 这座寺庙内几乎所有的墙壁上 都有精美的壁画 这些壁画主要讲述着罗摩衍纳的故事 相传在古印度阿瑜驼城的国主石车王 总共有三个皇后 并且生下了四个皇子 其中最大的长子叫做罗摩 他生性非常善良 对人谦好而且十分聪明 石车王也很喜欢他 就立他为太子 并且还迎娶了美丽的公主西多 但是另一个皇后 想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当太子 就大闹皇宫 最终罗摩为了不为难父王 就说他可以自我流放在民间一四年 而他另外的两个弟弟也自愿跟随 在流放期间 他的妻子被魔王罗伯纳劫持 于是他联合神侯哈努曼 打败了十手魔王罗伯 最终救回了妻子西多 但是他怀疑妻子的真操被魔王夺走 西多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发誓说如果自己是清白的 则大帝裂抗 之后大帝瞬间裂开一个大裂缝 而西多也立即跳进滚滚岩浆之中 但是火神将西多牢牢抓住证明其真经 这时候罗摩的流放期 也满一四年 最终罗摩带着西多和两个弟弟一同回国 并登上了久违的王座 当人们一提到泰国 想必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人妖宿 或者是非尘埃的大象 但是在泰国还藏有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寺庙 那就是白龙寺 白龙寺又名龙昆寺 灵光寺或者白庙 它位于泰国最北边的青莱 不同于泰国其他的传统寺庙 它全部以白寺为底 银镜相边 四处雕刻有无数条龙 还有许多华丽独特的造型 呈现出各种各样佛教的生动景象 并且这些造型图案 也都用银色金属相边 如果你从合适的角度看过去 它就像是散发着令人惊异的魔法之光 据说这样的白色也象征着佛陀的纯洁 与佛的智慧照耀全宇宙 而且寺庙的顶部还有眼镜蛇 大象 天鹅的翅膀与狮子的长宗毛 也分别代表着水土风火 这样美轮美奂的寺庙并不是历史遗迹 而是属于当代的艺术作品 这座寺庙是由泰国艺术家亲手设计 他想打造一座美到像天堂一样的寺庙 据他所说 这里将是他梦中天堂景象的实体画 为了建造这座寺庙 他还婉拒了各方资助与香油钱 费用全部都由他一个人独自出自完成 不过寺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造完成 因为每处的建造都很细腻 而且还需要建造九东代表九天的建筑 所以保守估计可能还需要90年才能彻底完工 吴歌窟位于柬埔寨西北部的原始丛林内 虽然现在他被遗弃在此 但是历史却不会把他遗忘 吴歌窟里有着说不清的寺庙 城堡 还有宫殿 虽然已经经历千万的风雨 并且里面很多建筑都已残缘断壁 但是还可以从其中看出当初的规模知道 当你到达吴歌窟并亲眼见到他的外貌 你一定不会沉浸在其中 同时还会被他神秘的文化所感染 根据历史记载 吴歌窟没有系统的历史文献 人们只能从零岁的文献中 尽量去还原当时背景 吴歌窟是当时高明王朝的首都 国王认为自己死后会成为神明 所以就命人修建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庙宇 在公元800年左右 总共耗时37年 才建造出如此神迹般的建筑 从远处看向吴歌窟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么隐蔽的原始森林里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壮观的王朝遗迹 吴歌窟作为宗教建筑 聚集了当时整个民族文化的精髓 建造者把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 都刻画在每个精美绝伦的饰品上 根据当时的精美程度而言 每件饰品都堪称是顶级的艺术品 但是后来因为高明王朝战败 吴歌城慢慢被人遗弃 大自然重新回归 清理掉了人类生活的痕迹 只留下了这些石头的样子 也正是这些石头 才让人们发现了吴歌窟遗址的存在 天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东侧 在古代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进行祭祀的场所 天坛公园总面积共有201公顷 保存有旗古坛 环丘坛 斋公 神月术等四组古建筑群 其中古建筑有92座600余间 这也是我国乃至是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 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筑群 在很多影视剧里 我们都经常看到 皇帝会祭天这一行为 虽然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封建做法 但是在当时 祭天几乎是帝王必须要传承的文化 这一行为已经延续了将近千年之久 而帝王愿意去祭天 就代表着皇帝特别关爱子民 为这个国家和子民进行祈福消灾 是贤君的表现 而想要祭天 天坛就是皇城里最佳的地方 自从明朝迁都到北京后 就帝王开始把天坛视为神坛 而在历史上总共有22位帝王 再次进行祭拜上天 所以天坛也代表着消灾祈福 但是随着后来的时间推移 在辛亥革命之后 祭天这习俗就被当作封建行为而被废除 甚至在民国战乱时代 天坛一度被一些瓜农变成菜地 直到建国以来 天坛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已经成为北京非常重要的旅游景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